我是金橋留學的Sophie 我是桑林 那我們上一支影片大家有看到各個學生們 對於自己出國留學的顧慮或是動力的想法 那其實大家是不是還是會有一點擔心 家裡爸爸媽媽們會不支持 或是會鬧家庭革命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松菸 來問問各個爸爸媽媽們 對於留學的真實想法 一起來看吧 當初小朋友學生的時候 是有出國留學的 安排嗎 兩個孩子 大的沒有小的有 小的 想要自己出國的 還是你們幫他安排的 他是高中的時候 小朋友 讓你們去參加 所以是這種短期的這種出國的計劃 那回到當初他們還是學生 那他們自己如果真的想要出國留學到 英美澳啊這種國家 留學可能長期的話 那媽媽有對這種留學有什麼看法嗎 他們如果有機會出去的話 那個可以擴大他們的見聞 我做家長的我做媽媽的 應該會同意他這種做法 所以爸爸媽媽都是很支持 小朋友的各種規劃跟想法 現在有小朋友想要出國留學 還有沒有一句話想要對他們說 如果是說有這個機會的話 當然希望能夠多多參與 因為畢竟國內跟國外的環境 教育方式都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能夠有機會去看看國外 真廣介文的話 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應該放開手讓他們出去看一看 請問您的小孩現在多大 他今年19歲 對於讓小孩子出國留學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我覺得小孩子在高中以後 如果他有機會到其他的國家去讀書留學 還有跟不同的國家的孩子交朋友的話 對他的整個個人的誌野方面 或是他的成熟度上會成長得更快 而且他又離開自己家裡的這個舒適圈以後 他一切都要由自己來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成長的一個經驗 你剛剛是說你的小孩已經在國外唸書了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鼓勵他們的話 我鼓勵的話就是說 尤其是我們亞洲的學生 就很容易大家會聚在一起 那我覺得既然出國了 還是要有勇氣地跨出去去主動 跟不同國家的國際學生交朋友 尤其去參加社團 或是去參加體育活動 或是去錄影任何的活動都要積極地參加 我想請問您當初的小朋友自己走到體育 因為我高中以後 我就自己到國外去讀書遊學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較喜歡到處去冒險的 我自己也是背包客 然後我就覺得那種經驗很好 所以我孩子是從小學開始 就是在台北美國學校上學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從小我就有計劃 讓他就是一路受這種國外的教育 並不是我們台灣的學校的制度不好 或是這樣 是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小孩子 在他的人生的前半段 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生活的經驗 跟不同的人當朋友的話 對他的整個認知 以後在工作上也會比較有幫助 在學習上我是比較開放 我不會刻意帶他 要去學什麼才藝或是補習 但是我會透過他自己去玩 或是跟人家互動 或是看到別人學什麼 他有興趣的時候 他那種自主學習 我覺得這種方式 會對他以後更成熟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有一種負面的想法 就是他會比較有自主學習的動力 那媽媽對這個出國讀書的看法 可以幫我稍微分享一下嗎 我是覺得如果他有他自己的計劃的話 自然可以提供他 所以媽媽對小朋友出國的想法是表示支持的 對 國女婿就是已經出國留學 然後後來再跟我女兒相會 然後現在結婚了 現在看其他朋友啊 身邊的親戚 如果小朋友要出國留學 媽媽有什麼想要對他們說的話嗎 我是覺得他們應該支持 我想他自己要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再度過留學的話會比較有自己好一點 爸爸你好 那這是你的女兒嗎 可以請問女兒現在多大了呢 大學畢業 爸爸這邊的話會有想要讓女兒出國去念書的想法嗎 看他們自己決定啦 因為剛畢業沒機會就去 也許工作個兩三年 他們有興趣就自己 是鼓勵他們 第一個就是視野 可以比較廣一點 開闊 那另外一個就是自己的工作的career 其實應該多多少少會有幫助 不管是自己專業的部分 或者是人脈的部分 都是有幫助 因為我自己是教育系 如果可以當上正式老師 那就會先盡力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沒有考上正式老師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想要去體驗一下 教育圈以外的世界 聽完了家長們對於留學的想法 大家的心意下是不是褶褶欲動了呢 那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我們10月5號以及6號 在台北101的88樓會舉辦留學假 當天會有很多英國校 帶錢來跟大家一起一面對面交流 我們還會贈送價值2200元的專業形象照 那這個形象照 在你不管是未來求職 或者是找實習的履歷上面 都有非常好的幫助喔 10月5號以及6號 在台北101的88樓見囉 不見不散喔 等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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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